很多花友问这个是什么品种 那它是一款醋姜草 品种是粉牌桃之灰 其实是属于中花的一种 也不是很早也不是很晚 花期适中 所以说这个时间段刚好弥补没有花的真空期 在阳光下的颜色真的非常的鲜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品种的 所以说我种了四盆 喜欢的大家可以多种几盆 像下面两盆是我在国庆的时候种的 然后上面两盆是我错开的时间 是在国庆之后种的 所以说花期会晚一点 这样的话下面两盆凋谢了 上面两盆可以继续开花 这也是一个小技巧 就错开种吧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的新入的一块小草花 丹麦枫林草 然后这个是暴春 这个是一颗龙面还没有开 这个我个人非常喜欢 比较喜庆的颜色 后期的话会开到见花不见夜的效果 这只是初开 这颗是一颗彩云暴春 还是比较好看的 这个是紫星白边 还可以 这个颜色还可以 花量是非常大的 然后这个也是红色的鹅蝶花 然后这些欧币的话 最近出了很多花包 我都掐掉了 暂时不想让它们开 然后这个是一颗柳川鱼 这个黄色的 对 然后这些还没有开 后期的话再跟大家分享 好 喜欢可以关注 谢谢观看